你从哪里来的 龙门宫是武林中最神秘的帮派 从掌门到弟子皆是美女 各个武艺高强 神秘莫测 可以在转瞬间秒杀江湖绝顶高手 相传龙门宫中的女子皆蒙面 第一个揭开她面纱的男子 就要娶她为妻 画面一转 急风骤雨之夜 两个蒙着面的黑衣女子骑马 来到大名鼎鼎的金剑山庄 让管家交给白庄主一个锦盒 谁知白庄主打开神秘锦盒后 拿着金剑冒着大风大雨 随黑衣女子离开 此后便再无音讯 各大门派找了整整七年 依然毫无消息 众人猜测 白庄主可能已经离世 其子白玉龙却坚信父亲还活着 既然中原找不到 那么就去关外 途中下起了雪 白玉龙看到一个衣衫褛褛的小乞丐 荒山野岭 白玉龙好心提出载她去小镇 没想小乞丐却拒绝了 不久 白玉龙来到一家客栈歇脚 因长相俊美 一看就很好欺负 白玉龙被林桌的标识盯上 二位要是喜欢吃鸡 我就请客 大汉爬起来 持剑再次 却被白玉龙用筷子夹住剑身 几人想要围攻 被领头的拦下 领头的名叫赵龙 江湖人称黑煞神 赵龙急忙向白玉龙赔礼 说是两位兄弟喝多了 有冒犯之处不要见怪 双方不打不相识 便坐下来一起喝酒 白玉龙告诉几人 自己是武林盟主白震东之子 来关外是来找父亲的 赵龙承诺一定帮他打听 期间小乞丐来投诉 却被殿小二嫌弃拦在外面 白玉龙好心邀请小乞丐进屋吃饭 小乞丐却摇了摇头 不肯进屋 白玉龙只好给他点了份外卖 入夜后 白玉龙准备休息 想起了那个小乞丐 寒风刺骨的 他一定没出歇脚 果不其然 小乞丐蹲门口 冷得瑟瑟发抖 白玉龙便走出来 邀请小乞丐回自己屋里休息 小乞丐嘴硬 说自己就喜欢在这里 白玉龙二话没说 将他背到了屋里 两人一边烤火 一边聊天 小乞丐告诉白玉龙 刚刚和他喝酒的那个标队 都是些歹徒 专给恶霸送银子 休息时 小乞丐说自己不习惯与人同踏 白玉龙便将床亮给他 深夜 客栈里传来一阵喧闹声 为首的标师赵龙 大喊标银被劫 客人们被惊醒 都围过来看热闹 谁知赵龙却一口咬定 白玉龙劫走了他们的银子 此人武艺高强 白玉龙想要解释 可对方却抄起了家伙 对峙之中 三个壮汉来到 原来是恶名昭著的 三大恶人高手三残 赵龙因惧怕笑脸相迎 三残说明来意 老子们手头紧 把你的一万两标银借来用一用 前辈 我们护送的标银 昨天晚上给他偷去了 三残不相信 就凭他这小身板 能搬走万两白银 说罢便与标队较量了起来 三残出手毒辣 招式凶狠 眼看标局损失惨重 白玉龙便冲过来劝架 三残起毫不理会 就连白玉龙也一起打 没想被白玉龙轻松躲过 三残心知遇到了高手 便一起围攻白玉龙 期间在楼上看热闹的小乞丐 想着帮白玉龙解围 便嘲讽三残以多欺少 三残嫌他多嘴 甩来暗器 还好被小乞丐一把接住 原来小乞丐也会武艺 他主动挑衅三残 扬言标银被自己拿走 三残怒气冲冲 一起围攻小乞丐 没想紧紧九招 小乞丐就将三残斩杀 原来小乞丐竟是绝顶高手 尽管得知小乞丐拿走银两 标识们却因害怕没有动手 小乞丐一人做事一人当 说这一万两银子 是自己向他借的 说罢便潇洒离去 此举给白玉龙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小乞丐拿这些银子 其实是为了劫富济贫 而快乐集 则是关外丐帮居住的地方 不久白玉龙赶来相助 却发现小乞丐 变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白玉龙只是看了她一眼 就彻底忘不了她 原来大姑娘名叫金凤 是红帮主之女 深夜 由天罢带着手下来要标 可红帮主早有防备 毕竟由天罢做的 都是见不得人的买卖 金凤率先上场 以利落的身手 斩杀了由天罢的三个心腹 由天罢不信邪 亲自出手 本以为很厉害 没想不过几招 就成了剑下亡魂 手下只得仓皇而逃 金凤的美貌和勇敢 让白玉龙一见钟情 金凤低着头 提出和她一起 寻找白富的下落 原来金凤也对白玉龙 暗生了情愫 时光如是 三年过去 两人找遍了关外 依然没有音讯 白玉龙便带金凤回到了中原 情投意合的两人举行了婚礼 次日一早 便收到了一份神秘贺礼 大箱子里面装着小箱子 层层叠加 两人还以为 这是谁在开玩笑 最后发现 竟是失踪十年的金减 此剑正是白玉龙父亲的贴身配剑 两人来不及多想 家丁来报 大事不妙 当年带走白庄主的两个黑衣人来了 黑衣人也不废话 让白玉龙跟自己走一趟 白玉龙没答应 反问其父的下落 双方一言不合 较量了起来 谁知黑衣人武艺其高 庄内高手皆不是对手 就连白玉龙和金凤亲自出马 也落了下风 混乱之中 黑衣人掳走了白玉龙 彭总管冲过来阻拦 可毫无作用 通过黑衣人掉落的令牌 彭总管说出黑衣人的身份 传说中的龙门公 相传龙门公中全是姓龙的女子 各个武艺超群 随便一人便可秒杀江湖绝顶高手 各大门派觉得不可思议 破无语奈 彭总管揭开了面具 原来他是失踪了三十年的圣剑手陆威 紧接着告诉众人 当年他以一套剑法名震江湖 谁知竟被龙门公轻松掳走 还是白庄主将自己救出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便隐姓埋名做了白庄主的管家 金凤也想去龙门公救丈夫 可被陆威拒绝 龙门公中高手如云 就算是去了也就不回 此刻白玉龙已被绑到了龙门公 宫内机关重重 守卫森严 当蒙面女郎放开白玉龙的手势 白玉龙便出手还击 想要逃出去 打斗之中 白玉龙扯开了蒙面女郎的面罩 白玉龙再次出手 不料却被轻易制服 坐在正前方的黑沙女告诉白玉龙 龙门公的传说 还承认了白庄就在龙门公之中 多年前 白庄只是一个放羊小伙 因邂逅龙门公公主龙仙子 成为龙门公的女婿 说简单一点 白玉龙和其父都是龙门公中的人 紧接着又告诉白玉龙 龙门公中有个规矩 但凡男子揭开谁的面罩 那就要和谁成亲 刚刚被白玉龙摘下面罩的女郎 名叫月兰 看来 黑沙女士要充当红娘 白玉龙急忙谢绝 自己已经成亲 说罢转身就溜 谁知 月兰堵在门口 白玉龙只得耐心解释 原以为对方知书达理 没想越解释越麻烦 白玉龙只得硬闯出去 却被月兰点住穴道 满面春风的月兰 带着白玉龙 准备去见母亲 谁知白玉龙略失美南计 瞬间月兰心花怒放 为其解开穴道 白玉龙趁机将月兰点穴 紧接着下了马车开溜 此时 陆威已带金凤 来到龙门公附近 同时也说出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年他的祖父 在龙门公中学得七招剑法 便建立了大名鼎鼎的清城派 陆威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 也想从龙门公中学个一招办事 不料刚进龙门公 就被两个侍女擒住 在他们面前 自己的龙门剑法毫无威力 最后还被发配到苦工营 三年后 陆威遇到同样逃走的白庄主 原本白庄主在龙门公中 生活得还算幸福 可龙门公有个规矩 留女不留男 白庄主便带着 墙宝中的白玉龙逃了出来 顺便救下了同命相连的陆威 想起龙门公的过往 陆威十分害怕 金凤只得独闯龙门公 谁知遇到了龙门公公主 龙仙子 结果可想而知 每几招金凤便被制服 龙仙子看到金凤手中的金剑 激动起来 质问他 这把金剑是谁给他 得知是白玉龙 龙仙子后悔不已 另一边 白玉龙已逃回金剑山庄 看到所有人都被点了穴 动弹不得 白玉龙立马为他们解开穴道 一问才知 龙门公的人来过 正欲逃走 龙门公的执法长老 带人找来 还带来了陆威 执法长老当众费了陆威的双手 想来白玉龙会妥协 可恰恰相反 就当双方要较量时 一个武艺其高的黑衣人 出面阻拦 就连执法长老也不是对手 黑衣人带走了白玉龙 原来黑衣人就是龙门公公主龙仙子 也就是白玉龙的母亲 她痛恨龙门公的规矩 只为成全白玉龙和金凤 随后又告诉白玉龙 其父还活着的消息 当年她私自逃出龙门公 如今被关在苦力营 龙仙子决定成全一家人 可自己虽贵为公主 也不能违背公规 龙仙子痛恨这些公规 为了废除这些无用的公规 龙仙子决定牺牲自己 召集重任 自决心脉 血洒在石壁的公规上 这部龙门金剑上映于1969年 刚开始以为龙门公 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后来才发现竟是魔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男主 你会选择走 还是留呢 提到双剑合璧 就会想到男女搭配的武功 今天的这部电影 讲的是合手剑法 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偏僻的马路上 天龙和天狐两兄弟 正在赶路 正前方有人遭遇强盗打劫 弟弟天虎二话没说 冲上去行侠仗义 强盗不是对手 急忙开溜 姑娘 强盗逃走了 他告诉两人 自己探亲回家 半路遭遇强盗 幸得两位少侠所救 马夫和随从被杀 该如何回家呢 兰姨姑娘哭得梨花待雨 兄弟俩有要事在身 只能由天虎独自护送 临走前 哥哥交代他 把姑娘送到家门口 就赶来与自己会合 话说天龙和天虎这对兄弟 败在景师傅门下学艺 景师傅传授给两人 一套合手剑法 此剑威力很猛 可需要兄弟相互配合使用 就在前几日 景师傅突然受了重伤 叫来大徒弟天龙 托付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将失踪的玉玺送到康王手中 为了防止金兵探子 景师傅另外准备了一枚假玉玺 用于掩人耳目 景师傅将真玉玺 交给大徒弟天龙保管 假玉玺 则交给二徒弟天虎 景师傅之所以这么用心良苦 是因为天虎年轻气盛 心浮气躁 天龙相对冷静稳重 为了不让探子看出破绽 景师傅对天虎 隐瞒了真假玉玺之事 出发前景师傅交代两人 此事关系重大 务必要完成任务 途中若是遇上高手 可使用合手剑法 还千钉万副主 俩兄弟切莫不要分开 另一边 风云堂堂主收到一封密信 金王爷让他找回两枚玉玺 别看堂主一表人才 其实并非好人 他串通金王爷 卖主求荣 接到任务后 堂主立马召集手下 商量如何寻得两枚玉玺 谈话之间 堂主发现 徒人老王行踪可疑 便怀疑老王是奸细 他并未直接拆穿 而是暗中跟踪 原来玉玺有两枚 一枚被景师傅找到 另外一枚则被孟师傅找到 此时 受了伤的孟师傅 刚回到家 正准备交代女儿孟宏 去请景师傅 探子老王赶来提醒他 得尽快行事 金兵联络武林败类风云堂 打探玉玺的下落 谁知孟宏前脚刚走 风云堂的杀手就追踪到此 双方大打出手 孟师傅寡不敌众 被活捉 不久 杀手又找到了景师傅的家中 此时 景师傅的两个徒弟和孟宏 已经下山 面对围攻 景师傅不敌 民死也没有透露玉玺的下落 不料 小徒弟天报 却说漏了嘴 另一边 天龙 天虎和孟宏 正欲回孟家告别 刚来到院门口 孟宏就发现异常 三人悄悄摸了进去 发现孟宏的父亲孟师傅 被人绑了起来 天龙和天虎俩兄弟冲进屋 将杀手吸引出来 孟宏则趁机将父亲救下 屋外 天龙和天虎使用合手剑法 将杀手们打得落花流水 为首的堂主看到这一幕 并未出手 自知不是对手的他 躲在暗处观察天龙和天虎的招式 这样的联手剑法也太厉害了吧 看来得分开他们才行 杀手们不是对手 赶紧撤离 孟师傅因伤势过重 要事无一 临终前 他将藏起来的玉玺 托付给三人 让他们一定送到康王手中 玉玺滚落在地上 孟宏痛失至亲 哭得伤心欲绝 不料 风云堂堂主潜伏在屋顶 用铁爪悄悄勾走玉玺 等到三人发现玉玺被偷使 堂主早已离开 天龙猜测 定是武林败类风云堂做的 天龙和天虎两兄弟赶到镇上买棺材 在回来的路上 两人打抱不平 赶走强盗 就下一个自称燕儿的漂亮姑娘 破语无奈 天龙和天虎俩兄弟兵分两路 弟弟天虎充当保镖 护送燕儿姑娘回家 哥哥天龙先回孟家办事 到家后 燕儿妇女为了感谢天虎的救命之恩 热情邀请天虎进屋吃饭 殊不知进了狼窝 此处正是风云堂 燕儿父亲是由风云堂杀手假扮的 燕儿的哥哥其实就是堂主本人 燕儿使用美人计 将天虎留下 三人一唱一和 想从天虎口中套出第二枚玉玺 唐主提议 明天就把天虎和燕儿的事给办了 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天虎表示这么大的事 得回去和哥哥商量 话锋一转 唐主故意又提到康王 原来他之所以那么着急 是想去投靠康王 若是能找到失踪的玉玺 献给康王 那就好办了 天虎一听大喜 原来大家都是自己人 便不再隐瞒 说玉玺就在自己身上 谁只打开包袱一看 居然是假的 这也太丢脸了 还是在未来老丈人面前 为了找回面子 天虎扬言给自己一匹马 半个小时以后 就把真的玉玺带过来 就这样 天虎快马加鞭 找到哥哥天龙 让他把真的玉玺交给自己 说是让他当众出丑了 天龙解释 确实是有一枚真的 一枚假的 我们是兄弟 谁拿真的 谁拿假的 都是一样 说完就要 将真的玉玺交给天虎 孟宏急忙阻拦 提醒天龙 天虎在回来的路上 救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 很有可能是风云堂的人 还让天虎理智一点 千万不要上当 谁知被爱情冲晕了头的天虎 根本就听不进去 想不到师父骗我 你也骗我 冲着哥哥天龙发起了脾气 还差点动起了手 最后天虎怒气冲冲地离开 谁知天虎前脚刚走 风云堂的杀手就找了 关键时刻 去而复返的天虎冲出来相助 两兄弟当即使用合手剑法 瞬间势如破竹 不过片刻就将杀手团灭 平静之后 孟宏进屋为天龙拿药 天龙以为天虎回心转意了 主动拿出玉玺 让他保管 谁知天虎拿着玉玺 转身就跑 孟宏想追 可惜为时已晚 天虎快马加鞭 来到义中人燕儿家门口 天虎半信半疑 他并没有推门而入 而是施展轻功溜进去 一探究竟 我不其然 看到一伙人在大厅里 要是姓范的拿了玉玺回来 万一他师兄也来了 我但骗不到玉玺 还要动手呢 燕儿的哥哥 正是风云堂堂主 燕儿只不过是 他的手下之一 明白真相的天虎 没有打草惊蛇 他将玉玺 偷偷藏在门口的石碑下 紧接着 大摇大摆地敲门而入 堂主以燕儿哥哥的身份 借待了天虎 明白真相的天虎 还在演戏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说是要帮堂主看看 他手中的玉玺 是不是真的 天虎拿着玉玺 撒腿就跑 不料 快不过堂主的飞着 双方彻底撕破了脸 大打出手 天虎的计谋虽好 可寡不敌众 面对围攻时 堂主时不时地 用飞爪干扰 最后天虎被活捉 堂主并没有杀他 而是关进大牢 逼问另外一枚玉玺的下落 天虎虽头脑简单 可身名大义 并没有透露分好 很快 孟宏和天龙 也找到了风云堂 为了不打草惊蛇 孟宏和天龙 兵分两路 一个进去救人 一个在门口叫阵 孟宏在大牢门口 遇到燕儿 不料燕儿借着书头 偷袭孟宏 万万没想到 燕儿的武功 居然如此了得 可惜遇到的是孟宏 一番打斗下来 孟宏 将燕儿成功解决 紧接着换上燕儿的衣服 混进了大牢 不料天虎这个傻小子 居然没有认出来 知错能改 为时不晚 孟宏立马甩开披风 冲过来就天虎 另一边 落单的天龙 正在被风云堂的杀手围攻 原本可以应付自如 可堂主时不时地 用飞爪偷袭 时间一长 天龙也就落了下风 危急时刻 孟宏和天虎赶来相助 孟宏的战斗力本身就很强 将杀手们打得连连后退 面对围攻 连秒风云堂四大高手 犹如开挂一般的存在 另一边 天龙和天虎两兄弟已消除隔阂 使用合手剑法 大战风云堂堂主 虽说堂主的飞爪厉害 可防得了上面 防不了下面 一个不留神 飞爪被勾到了天花板上 天龙控制住飞爪 天虎则趁机进攻 不过几个来回 堂主便领了盒饭 三人顺利拿到玉玺 这次对于谁来保管 兄弟俩互相推让 最后三人启程 再次踏上了旅程 这部《龙虎会风云》 上映于1973年 比起哥哥的一本正经 一正一邪的弟弟更具魅力 说起武艺 女主的双刀旋风 展示更厉害 不过几个来回来 如果你杀了 做什么 这些